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时候摘芒果 水果那些 以前偷摘芒果就是这样子 慢慢地来 这颗看起来毫不起眼的果实 名叫糯粒果 生长于热带及雅热带地区 成熟后果实转为白色 闻起来让人难以靠近 但它的营养价值和风味却天差地远 能被称为超级水果 绝对有它的本事 现在就是在采收的一个过程 我们发现这个祖母粒的糯粒果 它的结果量蛮高的 而且它本身的制衣力又强 也是目前在台湾现在目前 它的品系来讲营养成分也是最高 所以我们很庆幸说能够种到这么好的一个糯粒果 像这一棵就是比较严重的 被天敌守危害 那到目前它也还是一样的可以成长 这边有一棵已经发酵完成的 嗯 好香好浓 糯粒果的味道不像大家熟悉的台湾水果 酸甜滋味 因为有强烈的生物件不太能生吃 但它却是许荣明心中的绿宝石 这个刘养价如来永远的 我们来勾一下 因为从事农业以后二三十年 一直都在这个环境 然后就会思考说农业要如何 走向一个不同的一个面貌 农场疗益甚至到生态疗益 这个都很不错 那我们也想说试着把自己社区的老人 如何的来应用这一个方案 给他们得到另外一种的乐趣 多粒果园成了疗愈的场域 透过手动搅动 把长期在家里的长辈 拉出来与社区连结 这些成果都是徐柔明 期望达到的农场蓝图 因为当时的槟榔的收益很好 那我爸爸就接受 这个是很错的东西 又没有人了解的东西 你种了要干嘛 但是我坚持我的立场 因为这是属于乐带之物嘛 那屏东的天后也是最适合 那我们的周边也有 平科大的学术单位 那我们也有很多生技科学员区 那我们为何不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整 把农业的产业可以跳脱 称为六级化 徐柔明的果园位在屏东县 内浦乡的东片村 是一个典型的客家农村聚落 十多年前 东片村到处都是槟榔林 徐柔明有感于 槟榔对环境及健康造成伤害 于是他不顾家人反对 砍槟榔种茉莉果 徐柔明以为坚持下去 后面的路就顺了 谁知老天爷跟他开了一个玩笑 在台湾我们大概有收集了台湾种 大西地的品种 跟我们种的印尼种 那起初这三个品系 就是种植第三年 就已经开始有结果的时候 就受到霸王寒流 所以从嘉义以南的所有nony都被冻死 那我们一千五百棵也不例外 就只剩下大概三十棵 幸好三十棵茉莉果树的幸存 让徐柔明再次燃起希望 他找寻学界共同研究 培养出势力更强 果实更大的祖母绿品种 也朝开发加工商品前进 去不走 要加种 送加种 好 很多人都可以透过小的黄色 清洗过程 其实它这个还没发酵 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写到说 怎么去清洗化 其实茉莉果清洗 是我们今天采的都比较漂亮 有一些是已经被 像类似这个 这都是被果银钉的 已经坏掉的 那我们都要把它挑选出来 采下来的茉莉果 无法像其他的水果一样 马上伸吃 必须要先经过清水不断滚刷 彻底把表皮体污清洗干净 再来就是沥干等待发酵 所以这个是首先发酵的 目前我们看到这个 Nori果实已经发酵有三天的过程 所以它整个果实都已经 从我们采收的白色 现在变成透明状 所以这个是完全发酵过 所以我们今天的流程是要将它 把它做成 先透过打成泥 然后再去做风干 风干完我们还要再看我们的需求 做什么的产品 徐荣明种糯粒果 看中的是他加工成保健食品的背后产值 他投资大型小型的加工机器 研发各种糯粒果商品 这一坚持也让四年跟他不讲话的爸爸 最终看见儿子的梦想 跟父亲这边种糯粒的过程 也有一些的摩擦 摩擦到三年的革命 才产生了一个如同父子的感情 因为他也吃了我很多的酵素果茶 所以他也认同我的产业 是做的是稳定 而且是对的 味道不会那么重了 习惯了啦 已经闻到差不多麻痹了 好 切 那我们现在已经把糯粒果打成泥的 已经送进这个低温干燥炉 那我们所设定的时间跟温度 大概我们会用15个小时为一个循环 然后我们的温度大概就是在50度 所以能够保持它的一个营养成分不流失 打好的果泥经由低温烘焙成了果干 已经出炉了 好香的味道 嗯 很香 糯粒果干可以打碎成果粉 再制成产品 像是最近许荣明力推的爆米花 就相当受到老人家欢迎 现在要做那个糯粒的爆米花 那主要的主颜料就是我们社区提供的有机米 那这个成分是1500克 那我们还要再添加有机红梨 那有机红梨的数量是100克 还有就是糯粒果粉 大概是也是150克 糯粒爆米花完全使用天然的自制原料 有机白米1500克 放进糯粒果粉1500克 有机红梨100克 再加入砂糖100克 食用盐 然后混合均匀 好 我们已经将混好的爆米的盐物料 马上就投入到这个机组里面 它会随着它的转速掉到这一个 然后这边有一个挤压跟温度 它就会跑出爆米 那那个我们称为叫米卷 不同于大家常吃玉米爆米花的样式 糯粒果的爆米花有着古早的米卷味 当零嘴还是当早餐宵夜食用 营养好吃又无健康负担 上菜了 谢谢老板 品尝一下今天的成果 谢谢 来 试看看 看口感如何 未来作为社区的老人福利之一 谢谢 老板对我们社区的老人家很照顾 它有什么发明出来的 就拿去设计给我们老人家吃 我们老人家吃起来蛮高兴的 这些农村既然已经有这样的 犯金的 也更入油的 假如说 可能我们这样跳脱一下 老人家不但想说 我们的食材开工 可以这些东西可以来搞的 有什么想法 那不是说可以来提供 然后让更多的那些老人家 也慢慢的走入这一个农场 老板好 我们可以坐坐观光吗 可以 还是要先品尝一下糯栗果茶 好 来 试看看 老板 这是什么茶 这就是糯栗果茶 它有什么功效吗 它的功效是蛮高的 主要就是探讨说 糯栗叶子的部分 它含有很高的生物碱 那在国外他已经拿来做 艾滋病毒的药剂 糯栗果从树枝到整颗果实 在徐荣明眼中都是饱 不论是吃的糖果 果粉 饼干 酵素等 还是手工香皂 都是农场里抢手的商品 从一级生产到二级加工 再到三级销售 一条龙的经营模式 让徐荣明的农场成为内浦乡 首区一指的观光农场体验区 徐荣明的糯栗产品 除了内外销都有不错的销售量 农场也被林务局选定为 林下经济摘培的示范农场 我们在种的时候 是跟槟榔一起建种的 那槟榔我们在二十年前看华之后 就说只有单一 这个无患者的收益也是有限 所以我们就是在找寻了一个 能够在无患者底下 半日照的一些作物 看能不能增加一些的收益 香夹兰也就是俗称的香草 有着香料皇后的美名 是徐荣明除了糯栗果外 另一个大力栽种的林下经济作物 香夹兰经济价值高 在甜点市场应用广泛 台湾引进种植已经有十多年了 徐荣明希望香夹兰 能够为农村找寻更多商机 所以我们在两年前 就开始引进了一些种苗 进来栽种 然后也想说 透过这样的一个林地 去尝试说 能不能做出种植一个好的成果 所以在农场就是看到了 有很多的林下的作物 所以延伸了像平东科技大学的森林区 他的这些老师也发现说我们一直默默地在耕耘 已经获得他们认同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们就有跟学校做产学合作 在我们平哥大的苗品里面有一片村民 那其实我们在去年有跟川永的徐老师有合作 在这里有栽植的一些可可跟咖啡 那今天我们就请这个徐老师来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咖啡的管理跟可可的管理 以及这个其他可能在有机上面的 这个经营管理的这个问题 走吧 好 徐老师来努力寻求学界合作 帮助社区产业发展 那这一棵讲起来是成长的速度也蛮快的 而且也就是说 它很适合在这种所谓林下的环境 所以说在咖啡里头 它也很少变虫害 那只要是我们的回培管理跟水混 还有回混的补充 应该我们可以看到明年它就可以结果了 我们也有积极地跟学校招务委 甚至在国内首区一直的农业的单位能够合作 那因为我们平哥大在大概五年前 就已经推行了这个孝害时期的制度 学生去到的这个实习单位都是直接就是面对着就是这些企业 那这些企业呢也可以透过这个学生实习的过程当中来征采 首先我们可以从这个杂草清除之后再剥开这些的叶子 就我们从开始种植的时候大概它的指径只有0.5而已 那你看经过我们的施荷 匪培的管理现在它已经蛮粗了 那我们一直在想说要如何有好的诱因 让年轻人看到它的未来跟希望 然后用各种的一个方法来触动这些年轻人来返乡 或者农业的技术工法是很好的 那未来这些的断层之后 那未来不是所谓的天后的粮食危机 真正就是没人去种植的一个危机 东片村人数仅1045人 老年人口就占了三分之一 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是全台湾都面临到的危机 许荣明正努力透过产学双方的互相教学 为这个屏东内部的小农村找到年轻人回乡的出路 也试着为客家社区注入新火力 中文字幕提供 康转艾郎 一道六一公 这岸辑的钱那锅 几个六一婆 这岸辑的穿西陨戴着这岸辑 这种这岸辑的藏 冬片一种 这狼人家的菩萨春 佛龙古 古古古 朗尼古 狼人家中出风 布枪布 各个少年免败 国历时代比不开 齐落只成一三年 留下农场本好上农来做天气 一春一共识 这些百九十四年以来 两半无赏无事无年从比过少年年 提到农村 大多数的人都会想到 农业为主 劳动力缺乏 以及严重老龄化等形容词 不过现在东片村 正在进行一项 全台第一的农村创举 一村一企业的颠覆性产业 就是早在十五年前 十五年前的时候 我们就有地方文化馆 那时候产业比较少 那时候就是我的棉屋黑宝石 还有一个立宝石就是诺莉 也是我同学的 那之前我们就有一个概念 把产业跟设计组合起来 成为一个活生生的文化馆 那时候就有这个构想 历史照顾一部分 我去乡野油下村 它是给贵肉馆 好像老板要拿本款 徐荣明和黄日阳 两个人是同班好同学 对于东片村老龄化 同样有着忧患意识 2003年 他们一起在东片村做社区营造 结果失败 两人不气馁 2017年再号召东片村的八家农场 共同创立东片宝石村社会企业 我们当初的观念就是说 不然我们把东西卖出去的 我们大概整合起来 把产业整合起来 卖出去的抽一点 这个趴数回来 这样社区就有财业收入 你把个中爱讲哦 东片宝石村以社会企业的方式经营 除了共同行销 也将八大农场所得到的盈余 百分之五回馈社区 着眼于老人照顾 黄日阳的妈妈八十多岁了 平常就喜欢在菜园竹竹草 活动活动 就是我们小小的示范区 像我妈妈 每天如果早上来这边动一动 手脚动一动 拔拔炒 种种菜 这个小小示范区我觉得不错 我们农业疗医 绿色照顾 是未来的主宗 东片村老年人口占百分之三十以上 十四岁以下人口仅占百分之七 目前像黄日阳和徐荣明等 农业壮年人口占百分之四十 还能够撑住村子产业 但二三十年后呢 一样是东片宝石村成员的刘雪霞 也很担心 老人越来越多 年轻人都到外面去谋生了 也是一种隐忧 全台农村普遍有着 年轻人外流老年化的危机 未来百分之七的年轻人口 再外流一半 东片村有可能灭村 刘雪霞鼓吹儿子回家接手事业 我觉得我们普通过做的还蛮OK的 你是不是要回来接 不然我们两个老的将来 走不动的 没有人接 办法怎么办呢 他就被我说动了 他就回来家里帮忙 也是 爸妈年纪比较大 然后 家里又是刚好买了这块地 那就想说 在台北发展好像也是有限 后来想说 那就回来帮忙家里 小花包的话都不要 整个都把它采掉 这边已经有扇皮花了 北漂就学的黄宇明毕业后就留在台北当厨师 这几年返乡跟着妈妈刘雪霞一起种火龙果 母子俩率先响应东片宝石村的社会企业 就是弱势团体这一块 就是帮助 比如说像共享冬厂的一些蔬菜 然后我们 我们透过冬天宝石村 所出去卖的一些 那个产品 那之后的一些回馈 都回馈到村子里面去 这是以前在 以前比较少见的一个形态 一般我都是礼拜 二 礼拜四 平常是来看一看而已 看有什么 你像那个秋葵啊 每天都要损啊 不然会超过 超过就不能那个啊 太老 太老 共享农场每天都有 社区的职工妈妈到菜园里栽菜 采地瓜叶 栽豆子 还是人工除草 大伙各司其职 为什么要拔草 就是没有拔草的话 草比这个高了 这个就长不起来 菜就长不起来 采菜我们就负责采菜的工作啊 关怀据点 我们是每个星期五啊 地瓜叶大把大把的榜 别看这些社区职工妈妈 手脚利落 她们都有65岁以上的年纪了 在共享农场里 她们能一边工作 一边为社区付出 自己也得到快乐 我们年纪大了啊 就把它说当运动啊 我们都是从农的啊 就这样开始的啊 所以社区还是要你们来出来 有啊 社区那个时候我们都会出来啊 我们负责采菜啊 我们客家的是这样子采一把一把 所以说工很多 就不用挑了 直接就可以煮了 洗一洗就可以那个了 嗯 好 这块怎么办啊 哇 才这么多啊 这个人家那个的 那是人家订的 那人家订的 没有 人家留两分了 那你得要仿式啊 就 金融了 就 现在我们就准备要拿去卖了 那你都一杯 红叶 哎呀 好 来哦 呼 哈哈哈 哎呀 哎呀 哈哈哈 對 對 經過我們在那裡 中風有兩三百的老年糕 今天老年發的 所以我們對中風的老年糕來服務 我們希望說 米的老年糕來服務的度 經過米的老年糕 由於沒有方便出來 我們用縫時縫時的了解 在社區志工媽媽賣菜同時 黃日陽也帶著共享農場 剛摘下來的菜 拜訪社區老人家 阿聖鳳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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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進步就快進步 哈哈哈 唉唷 在做漁雞粹 你在共享農場的粹 都足夠了 َّ 你害得再加多 methyl 要注意民意 要用 那由他感觉到 常来分分的时间 不要走 走多聊一下 自己比较 所以他的身体一定要顾好 要由这家保健 这家进到冬天来 要注意 开始关怀老人有班 就开始看到现在 他们都会来量血 还有访问这样 关怀这样 我觉得不错啦 很好啦 有人来聊天关心 很轻松啊这样啊 因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都在外面工作 当我们退休之后 回到我们的家乡 发觉到我们乡村里面的 都是老年化了 而且我们的父母啊 还有我们的亲戚朋友 邻居啊 有很多老人啊 都活在那个室内 他们走不出来 走不出来 我们就是说 希望我们的 结合我们村子里面的 一些志工 我叫他们年轻的人 都出来当志工 来服务我们 村子里面的老人 一周固定一次的 社区老人访试 是东片村的村民 自动发起 以社区力量来关怀 不方便出门 独居的老人家 这样的访试行动 也让村民的凝聚力 更高了 怎么着 这样下去了哦 这样下去了 没没没收 今天就在两百分之后 两百分之后 我们来 它是农村的 不再厉害 中文村 是的 很健康啊 是的哦 虫米饭水哦 那里面有五十百 一百六十百 那里面有七十六个真虫哦 有些推動的立社照顧 不然老人跟這家的航廟 跟他們大調師講故事 他們台北的作業說不定 什麼樣子就躺 這樣好 他給他們愉快傳承 那個我們老人家都走出來 走在陰暗的那個房間裡面 現在我們經過我們這樣服務之後 老人家都很願意的走出他們的家 到我們的活動中心來做其他活動 這樣就很樂意了 現在就很快樂了 東片寶石村的社會企業運作模式 在這一年的經營下得到肯定 2019年獲選十大綠色照顧的優良典範 這項殊榮外縣市的學校也看到了 特地帶著學生來觀摩 各位看到我左後方我們有盤花 剛剛各位講了我們拜盤花 拜完盤花呢 把盤花曬乾 曬乾之後呢 未來如果給它設計文創的香包 或者是給人進生回去 這個都是有產業價值的 所以未來來東片農村農場 來吃水果 來體驗 來摘盤花 摘這個盤花來拜博公 要回去的時候帶一些文創回去 所以未來東片農村是很有前途的 從生產到加工再到消費觀光 寶石村的六級產業已經完全具備 再加入文化概念 讓東片村整個社區居民一起動起來 我們今天召開人文寶石 這個籌備 籌備的一個茶會 東片寶石村 除了產業以外 那我們最近又結合了 屏東大協的社會發展學系 來針對我們的文史呢 可能要做 重新的再做一番的來整理 有產業帶動社區發展 東片寶石村的居民 凝聚力強 現在產業寶石趨近完善 未來還要有更多的方向 及寶石加入 今晚成立人文寶石 這個議程中心 這就是我們要做了 那我們現在要做到 就是我們要把我們的內涵升值 所以我們用人文寶石 來代替所謂的文化探索傳承 黃仁陽最近在努力推行 立刻閃亮的人文寶石 把社區人文文化歷史 以整個寶石運作的方式 帶入農村即是文化館的概念 這張想法也讓屏東大學非常有興趣 他們常在講 東片村的村民感情很深 然後那個團結力量很大 所以一旦這個 志工跟關懷照顧的運作模式起來的時候 他們想更遠 這個村要怎麼樣繼續延續 因為現在年輕人越來越少 所以一方面 寶石村讓年輕人可以回來務農 另外一方面希望老人家的這些故事 人文故事可以留下來 東片村的這群老人 以老賣老 以老人照顧老人 在寶石村滿周歲同時 更加一步一腳印 摸索永續經營的完善體系 一起營造不一樣的社氣風範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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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